接着我们就来看 作业的第一题是请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 你们看指示就知道会做 但是不一定能好好解读的 就是上面这四个两对两对的 这两对变相的相关系数 其实这里面主要的 我们只要取其中最多两个或三个 数值就够了 那我这边你们可以参考我这边的那个记 我这边的笔记 做一个你们的自己笔记的调整 首先这个连续变数 连续变相smile跟beer 这两个变相所算出来的 pearson r 他所算出来的就是这个pearson r 那我这个选项这边你们要注意到我 因为我是把pearson跟spearman都同时勾起来的 然后你们注意看哦 他这边spearman r 他也有算出来的 两个有点差异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重要的是你们可以看 如果我现在看到他们这两个变相的 等级版的话 就是那个做等级转换后的 这个等级的资料 这个地方用pearson r去算 跟用spearman r去算 是不是都是等于spearman r 所以比较好的记录应该是像是这样 就是说以那个第一个没有问题 大家都看了都知道 重点是beer 以间断变相 spearman r smile的rank跟beer的rank 可以去估计 注意哦 所有的相关系数也跟平均数 变异数一样 都是一种估计 就是母群的相关系数的估计 只是说一个是估计 pe义连续的变相去估计 一个是当作间断变相来估计 OK 这里的话你们只要记这两条 如果是要讲那个 相关系数吧 只要是最重要是这两条 就可以 那更详细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就是接着 在这上面的哪些 就是哪几个格子 算出来的这个估计值是正确的 以pearson r来 以这个pearson r来说 只有这一个才是正确 就是两个都是连续变相 然后它这次用pearson r的方法去算 然后那个spearson r 它有你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提供 gemony就提供了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 你就把原来的这个变相 连续变相用 指定去算spearson r 另外就是把原来的连续变相资料 转换成等级资料 那你不管用pearson的方法 或spearson的方法都可以算出的是 spearson r的估计值 你可以在这后面再增加 就我刚刚说的 那我这个都有录下来 所以你们可以事后再来看录影 好再来做补充 那我这后面就是有说明 就是原始资料为连续变相 指定的估计方法 可以得到各自的估计值 意思就是这个 就刚刚说的意思 然后 间断变相的话呢 使用各种估计方法 只会得到spearson r的估计值 好但是 这个是因为作业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正式的报告 要怎么样写 到底要写 pearson r还是spearson r 那就要看你今天的研究的设计 你是要你是把这两个资料变相 当成连续的还是当成间断的来去看 你才能决定你在报告的要怎么去写 OK 好那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 我都反而其他选项我都取消掉 那那那那那是因为这一些讲像什么 那个是不是显著啊 然后那个信赖区间等 直接在稍后的简单回归中的标准化回归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我在这里 我就我就没有要给勾寻起了 好但是如果你有必要的话 如果说正式报告有需要报告说是有什么 这个相关系数有没有显速 或说这个相关系数的信赖区间是什么样子 那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些顺项再勾出来就好 好 那这里我这里也提出了相关矩阵图 你们也是都知道有勾寻 但是是不是这上面的每个散户图都可以用 如果是今天只考虑到报告的需要的话 其实只有左上角这个 就是说两个都是连续变相的这个图 跟两个变相都是间断掉的这个图 就是左上跟右下的这两个图才有用 还有报告的价值 因为像这个其实是同样就是自己对自己 当然会是完美的一支线 然后其他两个是变相的资料始度完全不一样 那虽然他也可以得到一个相关系数 但是这个相关系数 你等于是说你没有事前定义 你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解释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现在要去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话 你最好就是直接画一个单独的散户 所以他会跟您介绍 然后你从这个单独的散户符 然后加上这个回归线 你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你可以在做正式的相关分析 或是回归分析之前 你可以就知道 这条回归线的斜率 它到底它的趋势是什么样 那这也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这个相关系数是负的 是小一0 所以它这个斜率是负的 好 不过这个只是说 这个散布图是只有成像 这个资料变相是连续变相的结果 OK 这个是图中的一个解说 那同样 那我其实也可以再画一个 那个两个是间断变相的版本 当然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做 那只是它的报告上 它也是就是说 你要先事先设定 它到底是连续变相 还是间断变相 来去做一个说明 你才能够去画出正确的 以及正确的这个解释出 大约是这个题 题目的第一题 第一题跟第二题 跨到第三题了 我们把那个相关一下子就讲了 我刚刚这边就是讲到一到三 我就先稍微让你们整理一下东西 再继续